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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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又是我安逸 你們大家上次有沒有看到我這條5G測試的影片呢? 如果有的話 我這次就不是用這個了 這次我又拿了另外一個台CSL的5G去做測試 我這次的測試範圍會比上次大一點 但我都盡量對比上次的位置 看看兩個台的差別有多大 我們現在馬上去看看 我們這次的測試用機就是 三宗Galaxy S20 Ultra 測試網站也是speedtest.net連接HKIX 第一站我們來到 新界北區上水近天平村附近 這裏發覺其實速度和4G都是差不多的 接著就來到粉麗華明的總站 上次有看到的表現非常之好 這次CSL在這裡就沒有它們那麼厲害 來到大埔的泰和村 這裏其實速度都是一般的 雖然收到5G但速度和4G差不多 我們來到火炭的工業區 這裏很奇怪 無論室內和室外都好 速度都是非常慘不忍耗的 好 到沙田新城市廣場 室外更好一點 室內由於它收不到5G上的關係 速度都是一般的 速度都好玩 裏地 進入了馬場 發覺這裏其實真的和4G沒有分別 最好剛剛面對面河石門 5G比4G更慢 離譜 好,接著我們衝出新界,去到市區速度會不會好一點呢?果然是強一點 圈在地底,經常說地鐵的速度很慢 但這次測速在最繁忙的車站分別在太子和王國來說 速度都不錯,都可以超過150Mbps以上,真是很奇怪 出到尖沙咀,近iSquare這些遊客區 竟然是這次速度最快最快的一次測試,約400Mbps 再去遊客區的淺水灣,速度都不錯,都可以超過200Mbps 再去偏僻一點,青水灣耳灘,竟然有接近300Mbps,真是猜不到 好,試了這麼久,我們做一點總結 發現人口較多的新市鎮表現不快 市區反而有高速的表現 人口較少的郊區表現不錯 AT跌表現得不錯,很有驚喜 但整個測試,5G訊號就不穩定 室內力都很難收到 如果你真的想用這個5G服務的話 現階段我都不太推薦 到最後,多謝你收聽我的影片 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 Bye Bye